诗篇第七十九篇 他们的血如水 无人葬埋 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 成为我们四为人的吃笑 几次 耶和华呀 这到几时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吗 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愿你将你的愤怒 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 和那不求告你明的国度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 把他的住处变为荒肠 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 向我们追讨 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因你明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明的缘故搭救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为何容外邦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愿你使外邦人知道 你在我们眼前 生你仆人流血的冤 愿被求之人的叹息 达到你面前 愿你按你的大能力 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主啊 愿你将我们林邦所羞辱你的羞辱 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 这样 你的民 你草场的羊 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要述说赞美你的话 直到万代 直到万代 你今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